他5岁初到16岁走红,曾被罗晋追求,如今驾板一富豪生下龙凤胎。 其实说到如今的娱乐圈已经开始不断地有新鲜血液的进入,加上被爆出越来越多的丑闻,整个圈子开始变得浮躁起来。 对此也有人评论过娱乐圈就是个藏屋纳购的地方,人们的视野开始从作品到明星本身,很少会注意一些有实力,潜心演戏的老戏骨。 所以今天小编要说的正是已经演了34年戏的女演员,苗普。 说到苗普这某名字大家是不是没有什么印象呢,但是小编要是说出他所演过的戏你们一定会看过, 他的作品《牧桂英卦帅》、《中国维和警察》等优秀作品当中都有出演过,这么一说大家是不是已经想起来一些了呢? 是苗普从五岁开始就已经逐渐接近演艺圈了,作为一名童星他已经有了34年的艺龄,是一位石岛石的老戏骨了。 苗普的长相在这个娱乐圈当中并算不上经验,五官相貌十分普通。 但是苗普她却是一位平凡却不平庸的女子,凭借着她多年以来积累的经验,在演戏中的表演一贫一笑都将角色人物完美地呈现。 不仅如此她在剧中所饰演的母亲一角已经演了二十多年,一发不可收拾被网友戏称为妈妈专业户。 在戏剧之中她是十分平凡的,丝毫不经验,都十分接地气,不仔细发现甚至都认不出她来,这可能让大家对她的印象不是很深的原因。 苗普的作品不仅繁多而且大多都是精品,其实在我们看到的电视剧当中演员们,演起戏来都游刃有余的感觉都十分简单,但是一次精彩的镜头付出多少艰辛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 曾经苗普在拍摄木柜英挂帅时因为不慎从马背上摔了下来,为了剧组进度不耽误大家时间她咬牙坚持演戏,最后还是工作人员看不下去才把她拉下来去医院的。 去医院才知道她的肩胛骨已经严重受损,要咬上一年才可以恢复。 不仅如此苗普在拍戏时受的伤非常多,直到如今身上还留着曾经的痕迹。 而你们知道吗?曾经苗普与罗进的感情十分暧昧,曾经罗进也公开追求过苗普。 只可惜苗普也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自己不能接受截定恋,她的择偶标准必须要比自己大,要么像哥哥要么像爸爸,所以这一段缘分并未走到最后。 正如苗普自己所言,她在后来选择嫁给了比自己大整整21岁的陈毅宏。 陈毅宏可不简单,她作为一名商人在年轻时期白手起家如今身价高达百亿,可以说她如今的成功都是用自己的双手努力得来的。 在二人结婚之后苗普也生下了一对龙凤胎,生活十分美满。